努力拼经济台中市金手奖选拔结果出炉 共就有20家机由中小企业脱颖而出 并在市府集会堂举行颁奖典礼 以数位转型 攜手向前作为核心 参选的企业有许多是二代传承 逐步转型走进数位化 要再创经济奇迹的新高峰 新加坡同心协力 赚赚赚 各家企业走上红毯 星光大道 接着讲述企业里面 分享得奖心中的那份感动 第二十二届金手奖选拔结果出炉 及会堂巨星颁奖典礼 清水彩色印刷 赞 全台中市最重要的奖项的一个颁奖典礼 我要再次的恭喜 这次所有得奖的厂商好朋友 再次谢谢你们 你们是下期的英雄 什么英雄 经济发展的英雄 企业的知名度能够上升 所以我们在今年度就决定来报名 参加这个金手奖 那也很高兴能够受到台中市政府 跟平成的肯定 或是这些二无战争等等 在这种逆境下可以继续的往前冲 往前成长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得奖 也对于我们整个公司 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 今年有54家参赛 共有20家机优中小企业 经过严格的审查脱颖而出 以数位转型 携手向前作为核心 这次参选的企业有许多二代传承 让公司经营和新的创意融合 带着新宇宙 传承与创新的精神 转型走进数位化的时代 期待能再创经济奇迹的新高峰 当国内外的采购商要来寻找 这个加工厂的时候 他可以先从我们的金收奖的一个官网 来得到我们受到市政府背双的这些得奖厂商 那他们会更容易的找到比较优良的一个供应商 从那个成绩上你就可以发现 大家的分数都差不多差不多 大家都是隐形的冠军 那我们希望未来再选择这个金收奖的索尔的厂家 我们也会慎重的去评比 以今天的这个直播来讲 要花很大的经费 我们请了台中市 请了台中市所有有线电视的龙头 就是群建电视来帮我们做实况展播 一般来讲拼经济的奖项大概都是中央颁发 全台湾立战的一关期来的 有举办重大的经济奖项 只有台中市政府 数位专行 携手向前 市长卢秀燕亲自颁出奖项 从2002年创立至今 已有391家基优企业获奖 他表示中小企业犹如经济的企业英雄 带动台中产进发展 我们要持续努力 看来 谢谢观看